大家好 我是星星 今天我和哥哥来到了 这次青麦之旅的最终目的地 樱花谷 这里真的非常的美 我们很早很早来 已经有很多游客在了 今天是周末啊 是周末吗 今天是周五吧 还是 对 周五 我估计明天和后天人 还会很多 对 人会更多 而且幸亏咱们这次也没有 感到那个 咱们本来是想月底 元旦这几天来 一是考虑人多 对 二是 也是 幸好没有那时候来 我估计那会儿啊 花还没有开得 像现在这么旺盛 因为那会儿 现在我看还有很多花苞没有开 所以 看这两个穿苗绒衣服的小朋友 嗯 哈喽 卡卡卡 啊 小妹妹真好看 你小妹妹刚才要给我拍照 嗯 这两个小孩 好看 对 嗯 先让小伙伴们先度为快吧 我们往里面走一下 哎 哎 刚才我在边上看到这个小妹妹了 嗯 看好漂亮 哦 啊 盛装出席 你看我今天也是换了太夫 这是看樱花的仪式感 我们都有看 打扮的美美的 好 她在这里 嗯 好 每年啊 哥你看我们每年都来清迈 每年至少来一次 然后哪一次也没有赶上樱花开哦 好 来 这是咱们来泰国五年第一次赶上 没错 这个樱花生开的时候 没错 然后咱们来这个清迈看樱花 是的 是的 真的是非常美 看哥哥 嗯 推一下推一下 好漂亮 她在拍照啊 好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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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 银画树像 有一种莫名的很浪漫的感觉 哈哈 哇真的是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 天圆镜头都非常的懒 天真的是 不用任何滤镜 就这么蓝的天 是 你抱了 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呀 就是还是蛮好的 一点也不冷 我这样也不冷 对 对 其实现在这个樱花 还没有到这个最盛开的时候 嗯 再过三五天 听那个那个村子里的小伙伴啊 啊 咖啡馆那个那个小伙子说 啊 然后花开的季节 盛开的还有几天 对没错 对 所以咱一路上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 感受花落 对 所以樱花这些已经过了 难道这就来晚了吗 是 因为上山的时候会有一条 蜿蜒的小山路 嗯 然后看路两边都是这种樱花树 对 感觉好像是花很少 细细点点 但其实那个樱花大道 是等于是问了那个小伙伴 他说是没有开很多都是花苞 没的 嗯 太美了 可以吗 过来 很想露宿在樱花树下 我们就住在樱花树下好了 对啊 昨天我们露宿不就是在下面吗 这个好像是说 清迈什么一个农业大学的一个科研基地 这里 哦 这里是吗 对 然后游客们称它为什么樱花谷 还是什么 对对 但它其实是那个 清迈什么一个农业大学的一个研究基地 哦 对了 那个泰语的这个樱花叫Sakula 就是可能是日本的外来语 对 它应该是日语 日语也是这样说 对 看 好粉 你看这株我哥 就是这种茂密度已经媲美日本了 是吗 对对 我有去过日本几次 好漂亮 真的是满路的樱花 樱花飘落 我们也走过来拍一个照片吧 嗯 这么美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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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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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